闷中的那片海已经播到了第六集了 肖春生这几集真是一点没闲着 帮兄弟找姑娘给兄弟撑腰为兄弟打架 给兄弟谈货 不夸张的说这个兄弟团没肖战一准而散 本以为他是个愣头青 然而他那一股子机灵射牛精儿 把情谊和担当凸显了出来 小兴只觉得两句太少根本不够看 很多人对流量有误解 在他们眼里流量就等于没演技没实力 很多人只记得肖战是流量 却忘了他是因为演技才火的 即便肖战贡献了那么多演技名场面 但一句流量似乎就可以否定所有 陈情令中为无限吃花生米那场戏 出圈的程度有目共睹 王牌部队里得知牌掌牺牲时肖战的哭戏 闷中那片海小春生在画冰场上那几秒钟的坏笑 与向红林坦白家庭条件时落寞的眼神 想证明肖战有演技一点都不难 难得是如何放下有色眼镜 看到拽拽的北京小爷 还有人记得肖战是重庆人吗 作为土生族长的重庆人 自在的口音是得不过的坎儿 可是肖战放弃过吗 没有 小新不知道他练习过多少次 只知道现在的肖战可以自阵枪炎的波音 狼凤 也可以沉浸式的演绎老北京枪儿 还可以熟练的带入嗲打的台湾枪 改变口音有多难 古有枪音难歹并毛衰 现有台词完全靠配音 而肖战主单的作品几乎全部使用延伸 作品的原因率达到了七成以上 关键是每部剧的延伸都很出彩专业 肖战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共情力一流 让人不自觉跟着哭跟着笑 在那个年代讲义气 有思想有梦想的有志青年 肖战演得很生动 为兄弟两位插刀 肖春生一点也不含糊 讲义气但又不是义气用事 春生看似冲动 实则他的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以为他们在武门要打起来了 其实他们私底下商量好了不带武器 本以为他们要被公救队抓走了 然而二百多人只是在等着看生活期 一个接一个的反转 既搞笑又能感受到兄弟间的义气 肖春生摆得正自己的位置 他不会为了所谓的面子 所谓的义气而失去原则 更不会因为自己一时冲动的帮忙而伤害到别人 他的义气有原则 有底线 怂也得怂得不掉链子 一个人的暗示 但是不知眼前黑 还能通知对方不玩音的 脱脱的雪角扛把子 该说不说 咱们的肖春生不单有颜值 还有又皮又皮又菊气的气质 脾气硬的能立在地上当水泥柱 脑袋瓜子铃的像沉浸了的喉 嘴皮子溜的能当时差海滑冰场 说话带赶走路带风 小心决定以后就跟着肖春生混了 肖战闷中的那片海